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有些小朋友忍不住一直说 一直说 一直说 各种细菌就会随着口水 很高兴地一直玩 一直玩 一直玩 然后呢 有些人习惯一直挑 一直挑 一直挑 不 人家最讨厌吃青菜了 真的好难闻哦 但是各位同学 你们知不知道这些蔬菜的心声呢 拜托 求求你们去吃我吧 我拥有非常丰富的营养哦 小朋友 这些画面我们是不是很熟悉啊 一边讲话 一边夹菜 让细菌可以到处玩 再来 习惯挑食 很多营养就吃不到了 所以 我们在打菜的时候 应该要像这样 打完菜后 安安静静地回到座位上享用美食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练习用心吃饭 吃出营养跟美味吧 很多小朋友都喜欢边吃边玩边聊天 根本就不清楚 到底自己吃下了哪些食物 胡伦吞枣的话是吃不到食物的美味哦 有时候呢 还会吃到弯腰驼背 甚至趴在桌子上吃 因为趴着吃饭 小腹 颈部跟脊椎这些部位一定会非常不舒服 一个不小心 还有可能变成这个样子 那么 你就出名了 吃饭的时候一定要忠心 不要想其他事情 也不要做其他事情 要专心地吃 还要放松地吃 哈哈哈 哦 哦 fringe 在开动前 我们要记得感恩 眼前的这一碗食物 是经过许多人辛苦的努力与付出 最后才能做成美味好吃的便当 而你们的任务 就是好好地把营养全部吃进去 这样才不会辜负叔叔、阿姨 还有爸爸妈妈辛苦的付出哦 老师,要怎么样才能把营养全都吃进去呢? 首先,把身体做正 不要弯腰也不要驼背 然后,看一看碗里的食物 有大大小小的形状 还有青、黄、红、白等等各种颜色 闻一闻,食物飘出的阵阵味道 想想哪一种味道是你感觉熟悉的或是陌生的 吃饭的时候,用自己的速度和节奏用餐 清楚感受手伸出去夹菜 放进嘴巴里的过程 然后享受食物的味道 慢慢咀嚼 咀嚼的时候不要动筷子 先把饭菜吞下去之后再去夹菜 记住一次只做一件事 咀嚼的时候 清楚感受食物从筷状 咬成碎状 一直到变成泥状 再慢慢吞下去的感觉 咀嚼的次数越多 消化酶就会分泌的越充分哦 食物到达小肠的时候 成为一体的比例就越高 被吸收的养分也就越充足了 吃饭的过程中 如果开始想东想西的话 很容易导致头脑紧张 无形中还会影响胃肠的消化以及吸收 想这种时候呢 就必须拿出用心吃饭的绝招了 那是什么 咬一下 数一下 咬一下 数一下 就是一边咬一边数 不管是数到三十 五十 甚至是数到一百下都可以哦 专心数的时候 自然就不会胡思乱想咯 这就是用心吃饭的原则 记住了 就是饮食要专心 身心要放松 然后用眼睛看 鼻子闻 充分咀嚼饭菜 然后再慢慢地吞下去 原来这就是用心吃饭的方法 我学会了 小朋友 你们想要吃出健康 吃出味道 并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吗 那就让我们一起试试用心吃饭 放松地吃 专心地吃 享受吃饭的美好时光吧 吃饭不只是把食物送进嘴里 吞进肚里而已 而是应该要细嚼慢咽 好好感受食物的滋味才对 并且要用心体会 对农夫还有大地心存感激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学习 用心吃饭 吃尽真正的健康以及美味吧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